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营朗 欢迎收听KPMG知识营朗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过去一般大众普遍认知的退税请求权 时效是五年 但是近年来 我们的税局已经将这个措施逐步的放宽到了十年 这个政策变动 从五年放宽到十年 当然它提供给了纳税人更多的时间去申请退税 也减少了时间所造成的税务纠纷 不过这个政策改变了适用范围 它的过渡时期又该如何应用呢 本期节目针对这个话题 很高兴的邀请到了税务方面的专家 让我们欢迎KPMG安侯建业税务部职业会计师 黄彦斌Robin和我们分享这个议题 哈喽Robin又见面了 嗨你好Peter 是首先我想请教一下 这个退税请求权的时效 它在变更从五年到十年 它的发生的期间是什么时候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好这个退税请求权时效 其实这是税局这近几年来一直 逐渐在改变的一个措施 那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 那是因为其实行政程序法131条 他其实针对这个人民的公法上的请求权 他已经从这个五年放宽成十年 那所以税局当然为了要配合行政程序法规定 所以他针对税上的这个退税的相关的法规 他也逐步修正从五年放宽成十年 那其实他这个修正他其实近几年 他还分成三波做修正 那第一波的修正 他其实是在这个110年的12月17号 他修正的是这个税监基增法的第28条 那第二波修正 他是在112年的10月13号 那他是针对这个申请成本减除的这个退税 还有这个电商净利率贡献度的这个退税申请 他也是做五年修改成十年的这个修正 是 对那第三波修正 他是在这个112年的5月29号 那他是针对这个索税法的25条的申请 那他也是做出了同样的修正 那所以总共这近几年来就是做了这个短期间之内 就做了三波的一个修正这样子 是所以其实听到这期节目的你呢 可能会非常有提醒的作用 这是因为其实你看一下时间 110年底 那个时候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疫情非常的严重 所以大家可能也没有出门 所以没有注意到这个相关的修正呢 这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今天就要好好让Robin来跟我们针对 第一波的修正 是不是先帮我们分享一下 在这个第一波修正当中 他有哪些适用的范围 还有过渡时期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呢 好OK 那第一波的修正 他其实针对这个孙言间法第28条做一个修正 那孙言间法第28条他其实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针对可规则于纳税义务人的一个错误 那什么叫可规则于纳税义务人的错误 他其实就是讲说你有去缴税 那导致有一缴税款状况 那是因为纳税人自己的原因导致了一个错误 然后导致这个一缴税款 那通常是什么原因就是可能纳税人自己有试用法令错误 或是事实认定错误 然后计算错误的状况 然后导致纳税人发现他自己有这个一缴的税款 那针对这种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讲 就是可规则纳税人错误的部分的话 那他的修正 他其实是从这个一缴税款的那一天 开始的这个五年内可以申请退款 这是原规定 那他修改成这个十年内可以做这个退税的一个动作 对 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很好奇 就是说那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过渡时期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我到底是什么样状况要适用修法前 对到底要适用修法前的五年还是修法后的十年 对那这个其实虽然把28条在修正的时候 都已经帮大家考虑好了 那他其实是有一个很明文的规定 他是说在这个修法前已经存在这个一缴税款 那他原来是用的这个五年的这个退税期间的这个最后一天 就是我们叫他最后一天叫daylight 他这个daylight如果是跨过这个税人间法28条 他这个修正生效日 那修正生效日其实刚刚有提到 他是在110年的12月17号做一个修法嘛 那他生效日是3日后所以他的生效日是110年的12月19号 所以刚刚讲的原来的这个五年的daylight他刚好跨过这一天的话 跨过这个110年的12月19号的话 那他这个退税的这个期限是可以自动展延10年 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一个假公司他可能在105年的12月20号 他其实有一个一缴税款 那是因为可能是他的营业税他本来是可以是用这个零税率 但是他却错误是用这个成这个5%的这个因税税率 那所以他要去做一个退税的话 那因为这个一缴税款它是发生在这个105年的12月20号 对那就原来的规定这个五年的这个daylight会是什么时候 其实就是105年的12月20号加5嘛 那所以他原来daylight会是110年的12月20号 对那110年12月20号有没有跨过这个修法生效日呢 有因为修法生效日刚刚有讲是110年的12月19号嘛 对那所以12月20号刚好跨过 那所以他原来的五年的这个退税期限 他其实又再多了五年给你 那所以他真正的daylight会变成什么呢 他其实会变成这个110加5 在110年再加5 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你也可以从就是最一开始的这个原来的这一缴税款 这个105年12月20号加10 对一样的意思 对一样的意思 你就可以慢慢的准备你要退税的一些资料 然后在你只要在这个115年的12月20号之前 你都可以主张这个退税这样 刚才Robin提到的这个部分是纳税义务人自己犯错的这个部分 对不对 可规则于义务人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 OK 那另外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可规则于基增机关错误 那其实这个可规则基增机关错误 他原来规定在这个税监监法第28条第二项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名的条款 我们就是媒体统称他叫做陈长文条款 那为什么叫陈长文条款 因为陈长文先生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是一个很知名的律师 对律师 那他在很多年前呢 他的自用住宅 他其实有发现说 自用住宅的地价税 本来应该用比较优惠的自用住宅的税率 是比较低的这个税率适用 但后来发现是因为基增机关错误 导致他要用比较高的这个税率 就营业用的这个税率去克税 那所以他那时候就是想说 那这个部分他要去做一个退税 但那时候他退税的时候就是 因为之前的规定是五年 那所以就是基增机关当然是说 当然过了那五年就不能退 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有去推动这个修法 那所以后来这个推动修法结果 其实就导致原来的规定 就是税率选法28条第二项 就是成长文条款 他就是规定说 只要是属于这个可规则基增机关错误 导致这个一缴税款状况的话 这个纳税医务人是随时都可以去退税 就是无期限的 无期限 就你想到什么时候 可能10年前20年前30年前的税 都可以去退 所以就是他的贡献了 对对对 但因为这个成长文条款 他一直存在很大争议 就是说因为其实就税局而言 他会认为说 你这个导致就是我的税捐很不安定 所谓的税捐不安定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这个税到底什么时候会确定 是克这个金额 就完全不确定 就是你可能搞不好100年后 能不能克到也不知道 对对对 100年后纳税人突然想到 我这个100年前的这个税应该要退还给我 那导致说100年后 纳税人拿了一堆资料 然后去退还100年前这个税款 那这个其实就是说 导致整个税捐很不安定 那所以司法这个机关 他其实在一些司法判决 他其实一直也觉得说 陈昌宏条款不应该是一个 无期限状况 所以司法有些判决 他认为就是应该有期限 对那只是说要有多长期限 其实司法判决就是很不一定 就是有人认为是要10年 有人认为可能是还是要维持 这个5年或是更长的这个期限 那所以就是后来这次修法的时候 就一并做了一个统一的修正 那他就是怎么规定 他就是从原来的这个 无期限的这个规定 他改成就是你只要在这个 一缴税款之日起算的这个15日 15年内去申请退换 对那所以就是从原来无期限 就是限缩成这个15年内 就要做一个申请退换的一个动作 针对刚刚讲这个 基增计判错误的部分 那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的规定 那其实他也是会存在 一个过渡时期的规定 那他其实规定就是说 你如果在这个修法前 已经存在了这个一缴税款 那其实是应该要 从这个修法生效日起 15年内去做一个申请退换 我也举一个例子 就是假设陈先生 他这个90年度的这个地价税 他是因为可规则基增休算错误 导致他原来的这个 自用住宅的这个税率 错误适用成这个营业用税率 那他想要去申请退税的话 那修法前是一个无期限的状态 那修法后的话 那他其实就是要从这个 修法生效日就是 110年的12月19号 开始算15年 那所以就是110年12月19加15 就是125年的这个 12月19号之前 要去做一个退税 所以他就不再是一个 无期限的一个状况了 是 所以刚才Robin介绍的 这两大部分 跟他的相关的过渡时期的规定 来自于第一波的修正 那接下来我们想谈一下 第二波的修正 第二波修正跟前一次 他所适用的范围 跟过渡时期的规定又是什么呢 OK 好 那第二波修正 他主要是针对这个 成本减除的一个 退税的一个修正 那这是第一个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 他是针对这个 电商的净利率贡献度的一个退税 他也做一个修正 两个修正其实都是一样 就是他针对这个 外国盈利事业的这个退税期间 他从原来的规定是从 外国盈利事业取得收入 起算五年内 可以去做一个申请退税 但是他也是配合刚刚讲 行政承计法的延长 十年的规定 他就是五年也是 同样是延长成十年 对那我这里再跟大家 补充说明一下 刚刚讲的这个 什么叫做成本减除的这个退税 那这个成本减除退税 其实通常就是 适用在就是台湾公司 他付给这个外国 外国盈利事业 他有付服务费的状况 那付服务费的话 其实一般情况下 你如果没有申请这个成本减除的话 他其实是要用 20%去扣客税的 假设这个外国盈利事业 他收这个服务费 他是用这个所谓的成本加成的方式 去收这个服务费 那什么叫成本加成 我举个例子 就是说假设这个外国盈利事业 他的成本是这个100万 那他加成5% 跟台湾收服务费 那所以他总共会跟台湾收的 费用就是100万嘛 那乘上这个加成5%的部分 所以他总共就收了这个105万的这个服务费 的这个收入 那在没有适用这个租税优惠之前 那他其实本来应该要扣缴的这个税款 就是105万乘上20%的这个扣缴税率 就是他是要扣这个21万元这个扣缴税款 但你如果去申请这个成本减除的话 那他所谓成本减除就是说 就外国盈利事业来讲 他的收入是105万嘛 那他的相对应成本就是刚刚讲的100万 那所以他就是可以主张说 这个105万当中的 他对应的成本就是100万 那所以他105减这个100 那就是他只要针对那个5万块的利润 去做一个课税 那这5万块利润 他乘上这个20%的这个扣缴率 所以他如果去申请适用的话 那只要去扣缴这个1万块 那所以刚刚讲 如果没有适用状况是要扣21万嘛 那适用的状况就是要扣这个1万 那所以他中间的这个价差 这个20万他其实是可以做一个退税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退税其实就是刚刚有讲 他这个退税期间就是从5年延长成10年 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那刚刚有提到说除了这个成本减除退税之外 还有第二个部分就是电商的这个净利率贡献度的一个退税 那电商净利率贡献度我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他其实也是也是通常通常就是 台湾公司有给付这个国外的电商服务费 那假设没有再申请这个除退优惠状况下 他其实也是扣这个20%的这个扣缴 扣缴这个税率 那假设他付100万出去的话 那他如果没有申请除退优惠 就是要扣这个20万块钱下来 对那他如果去申请这个所谓的电商的净利率贡献度的话 那就是等于说他这个100万 他当中可以用一个所谓的净利率去试算他的这个所得是多少 因为像电商如果是属于这个平台业者的话 他的净利率会是适用这个30% 对那他的贡献程度就是属于台湾的贡献程度 税局有规定就是说 是可以有机会可以用这个50%的 那所以就针对就是假设我付给这个国外电商这个100万 那100万的这个电商的收入当中 这个30%去算出他的这个所得就是30万 那再乘上他的这个属于台湾的贡献 这个50%进去 那就是15万块才会是属于来文所得的部分 那这15万块这个来文所得再乘上28%的扣缴率 那所以就是只剩这个3万块需要去扣缴 那所以相较原来的这个20万的这个扣缴税款 那他是可以退这个申请退税这个17万 那针对这个退税部分其实也是从这个5年延长甚至10年 对那我另外再提一下 就是说这个针对第二波修正 他有没有所谓的过渡时期的一个规定 他其实也是有的 也有 也是有 他过渡时期的规定其实跟刚刚讲第一波修正 其实是很雷同的 他的判断方法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只要在修法前已经存在一脚税款 那你原来的5年的daylight 如果跨过这个修法生肖日的话 那他就自动载延成10年 那只是说跟第一波修正最大差异就是他的生肖日 对那第二波修正 他的生肖日是这个112年10月13号 那所以我举个简单的意思 就是说假设这个乙公司 他是在这个107年的10月14号 他有给付外国公司这个服务费 对那他是要去做一个成本减除的一个退税 对那他针对修法前这个原来的5年的daylight 他其实是107年的10月14号加5 所以他原来daylight会是112年的10月14号 那因为他跨过了这个修法生肖日 就是112年的10月13号 那所以他的这个退税期限又在延长了5年 所以他总共有10年的退税期限 所以他的daylight新的daylight会是从这个 107年的10月14号加10 所以他新的daylight会是在117年的10月14号之前 都可以去申请退税的 所以Robin这样一口气讲下来 我们对第二波的修正的理解 相信大家也一定是比较到位了 所以最后我们是不是把这个第三波 也一起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适用范围 到底分最后一波实现的到底是哪些的规定 OK好那第三波是针对这个所得税法 第25条的这个申请退税 他去做一个规定 那那这个外国营业事业他这个退税期限 他是也是一样就是 他是自这个取得收入期的这个5年内 他其实都可以去申请这个退税 那这过去规定 那他也是延长成这个10年 那我也是简单再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所得税法25条的这个申请 那所得税法25条 他其实其实是有点类似这个电商的净率贡献度 那他同样也是就是说 台湾可能有给付给这个外国 盈利事业这个技术服务报酬的一个服务费 对那只是说我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假设同样也是台湾付100万出去 对那没有申请25条状况 他就是也是扣20%嘛 要扣20万 但是他如果有申请这25条的话 那他其实是可以用这个15%的这个所谓的 Dean Perfect Rate 来去试算他的这个所得额 所以100万当中你乘上15%是他的所得额 所以他就只有15万是他的这个所得 那15万要课税乘上20%的这个税率 就是3万块钱 那所以中间的这个跟原来扣缴税款 这20万当中的17万 他其实就是可以做一个退税 那这个退税就是从5年可以延长到10年 对那同样比照前两波的这个这个解释 就是说第三波也没有所谓的这个过渡期限的规定 其实反而是第三波 他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一个过渡期限规定 那其实没有明确规定 其实对纳税与人其实反而是一个好的一个发展 就说你只要在 就没有实现了 对对对 就应该说你只要是从这个申请日往前10年的一扣缴税款 都有机会可以去主张更正退税 那所以我举个简单例子 假设今天公司发现他有一笔一扣缴税款 想要申请这个25条退税 那他其实就直接从今天往前算10年 那就是103年的这个6月19号 到这个今天为止的这个一扣缴税款 他其实都可以去主张是25条的这个申请 还有这个退税 是对 所以最后呢 其实Robin的这个总结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要仔细听的 就是他的意思是说 第一跟第二次的修法呢 他对过渡期间是有设限 但第三次就没有了 这个区别大家应该要好好的掌握 所以在你在试用的程序上面 或者认定的时间上面呢 可能就像Robin刚才所说的 必须要特别的留意到底你的适用的范围 是不是如第一波第二波所讲的 他是有实现的 还是说他如第三波是没有实现的 请问Robin我这样子的解释是对的吗 对我来总结一下 没问题 其实因为我刚举的例子 其实都是很极端的例子 我都是 刚好那一天 刚好就是最早的那一天 你可以去做一个退税的那一天 所以这个极端例子 我把它做一个总结 就是第一波 针对第一波就是税人间法 28条的这个退税 你假设是属于这个可规则 纳税委员的错误的话 那他最早的话 最早是可以针对这个105年 12月20号那一天的一缴税款 可以去提出退税 对那这是针对第一波的部分 那第二波的部分 他其实最早可以申请退税的 这个是哪一天呢 他其实是可以针对107年的10月14号 一缴的这个税款 是可以提出退税 那针对第三波的话 那他其实就今天起算的话 你往前十年 你最早可以这个针对这个103年的 6月19号的这个一扣角税款 去提出这个退税的申请 对所以这个纳税 义务人他在这个试用上 可能要特别注意 是 今天在Robin的这个详细的解说之下 我相信有相关需求的听众朋友 一定是感到非常的实用 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到不清楚 模糊的一种 没有关系 replay一次 再把这个Robin的刚才分析的 这个详尽的内容 好好的来理解一下 也期待下次在相关的税务的问题上 能够听到更多Robin的详尽的看法 今天非常谢谢Robin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好谢谢大家 KPMG知识音乐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